看看大家在讲道德的政党性 你看马总统 林老师讲两双子鞋 马英九还有34年的棉被 他的棉被都没有 还有他的游泳度 飞机轮胎匹 然后这个在柬埔 自称是奖金国土的学生 那郝龙宾因为他父亲是参谋总长 那他从立委 他的一些从政的经历 那相对来讲 这些所谓马跟好 是有那种很正统的这种 蓝军的这种道统 那连胜文当然是不一样 因为他家里的这种情况 跟他本身的一个背景 那我要请教的是说 那柯医师你有什么道德的政党 你跟相对连胜文来讲 你跟他有什么差别 你要告诉我说 你当选市长 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所谓大连建议 这些都控金控银的 这些政商关系怎么处理 那第二个 台北市的一些弊案 包括一些捷运站的联开案 都几百多元 美和市太极双新 这些相关的这些重大的这些 这些开发案 都涉及到很复杂的政商关系 那这些弊案怎么办 所以我意思是说 你的道德政商性 必须是让大家觉得说 刚刚文雄大哥所提到的 我们这些基层公务员 当时阿扁当市长的时候 市政埋态度很高 同样一批 都是同样批的公务员 为什么换了首长会不一样 那你给这些年轻人 尤其是这些基层的公务员 或者是这些 过去是支持犯然的 这些支持者 那你的道德政商性 到底是在哪里 我想是这样 最起码我没有这些报复 我后来就听到人家讲说 为什么台北市的警察 最不满意的就是 声音不公平 因为高层都跟政商有关系 这些底下都觉得 他声音不公平 我相信这样 有一句话 君者是得风 小人是得草 草上之风 风行草原 我倒觉得这样 一个首长 如果他是能够坚持 他一个理想 一个梦想 刚才李老师在讲说 在讲说什么文化什么 我倒觉得 那个首长的 那种个人的 这种文化的素养 真的很重要 因为他能够坚持 我真的 我自己在台大也当过老板 当过小主任 当很多年 通常那个主任如果是那个样子 那个科大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主任不会收钱 你放心好了 底下都不会收钱 主任那个外企 就是比较那个 会去跟厂商喝花酒 底下那些总议师也是一样 就开始吃厂商便当 所以我也觉得是说 做一个首长 最重要的是能够坚持自己的一个 一个文化 一个道德正当性 所以你现在在讲说 我有什么道德正当性 我倒觉得很希望说 要更加强自己的修炼 你知道 可以达到一定 不过我想是这样 我过去 过去三十年 其实 其实我跟其他医生 不一样 我生死看太多 所以名利 什么都是 比一般人真的淡掉很多 所以我是 相信我更能够坚持 我相信我自己 来 王定宇 我今天听到这里来 其实当然还是有担心 当然还是有担心 担心选举还剩两个月 一般台北市 是这么大规模的选举 基本上到这里 大概大手势 已经基本上确定了 基本上是这样子 还有六十天 但是越是这样子 想要赢的那一边 输不起的那一边 种种的越大 你要查美和事 你要查金战 你要查日生生的案子 那时候没去那边 核子武器 都会拿出来给你抹 所以我希望 你经过这个考验 然后刚才讲的东西 人性 因为林华老师 是一个哲学学家 但在政治 政治实证上面 其实转成操作的细节 你怎么让你的团队 有光荣感 我们制约警察 像新一分局 这一次的那个夜店案 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 把你掉手掉手掉手 轮掉轮掉 结果我们发现 制度是这样子 还是会一锅烂 那怎么样 让他从事这个工作 有光荣感 他才能够自尊自首 不会 我赚十万块的人 我还想赚三百啊 赚三百万还想赚一亿啊 所以他还是会一直 传人下去 所以我猜谎老师 要问的就是 你除了制度以外 这个团队对自己 自我要求的光荣感 因为你以前 跟他逼私迈 你在台大市 铁学载向逼私迈 那将来台北市政府 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台北市的公务员 是应该看到 你是要揣着一旦 还是看到你知道 我们要建立一个团队的光荣感 另外我要问你一个 刚才人性 我不好意思老师 我问一个比较没有人性的东西 你怎么看赌盘 有人看你的赌盘 说 说联盛可以让你十万票 你有这方面的情知消息 这个赌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不消息吗 他说不可能 他说哪有可能让你十万票 现在这个赌盘没有了 找不到 所以这是一个红线 这是大辣辣的地下团队 然后看一下 好几个月前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这边不必辟辟别 人生我在宣传 我倒觉得刚才那问题很重要 你让你的执政团队 有容易感 让你的执政的政府 有容易感 这东西还还相扣 所以地下团队 老实在讲容易感 如果可以操控选举 选举的话会影响 另外一个 我这个每次都是公然操控选举 我补一句就好 包括法务部长 检察总裁 你不要查跟办吗 我们就一开始看香港那个东西 我相信我跟王老师看到 共同一个 香港不一样了 这一群人 站在街头上的人 从今天开始 他的自我认定 我是香港人 我站在街头上 捍卫我要的价值 就是那个 就是那种感觉是一种 无法行动的东西 英文叫 一个市民愿意认同这个城市 我觉得那很重要 所以香港长从现在开始 其实没有听到柯医师 怎么讲 这样好不好 我在距离不放少 香港也不一样了 我具体讲一下 过去 我们 我们自己夸口 说 宋属于有一个 生物团队 可能那个团队的人也到别的单位 单位去当官了 尤其在麻省政府啊 在台北新北市啊 可能那些人到那边去 以后都变 英雄都变狗熊了 所以这一点 你可能要去学习 对 我想是这样 刚才回答林老师的方法 其实还是在一开始来一些小胜利当中 慢慢滴击光荣感 所以说我问一下 台湾越科摩团队 为什么要变全世界最好 他全部都公共务员 就一些 一些妇理事而已 他为什么一直 建国20年努力 他变全世界最好团队 就是荣誉感 因为有一天 那个蔡壁如 有一次他到大陆 到府外医院 府外医院是中国最大的心脏外科医院 心脏医院 他登台对中国 五十几个心脏外科主任上课 因为叶克文技术领先 他那个爽的感觉 他回到台湾 他拼到十一点 他都愿意 因为他竟然可以 对中国五十几个教授上课 他台湾是一个小小护理师 所以我觉得没有错 荣誉感 要建立一个城市的荣誉感 其实荣誉感就是 要在 其实要先有一些小胜利 所以有时候要小 不然大家小确认这样干什么 他有一个 让他做一件事情 可以做成功 有那种荣誉感 要基小胜为大胜 所以变成一个文化 台湾越科 我们有这样的团队 就这样成功 因为每一个人 他一个 比方说一个病人来的时候 是已经都会 跳泡水滋滞 全部都汇水中 叶克膜中上去 三天他活了 你可以想象那个家属的感觉 因为那个病人被送到其他医院 那个医院的医生跟他讲说 叫他带回家区来 应该不会活 就他转到台湾 中上叶克膜 然后三天活了 那个家属那种感激 你知道 会让一个团队 他为什么他愿意工作到11年代 要拼下去 都没有错 所以我想这样 荣誉感 所以不可以 不可以把部下当贼 我倒觉得阿伯以前 在当代表市长 这个地方要改进 就是说 你不可以在大年出差 出事 然后去查 查 查 那个查班 然后把部下当贼 我觉得这是个失败地方 因为你把 所以这个孟子讲的 军事臣族手足 臣事臣族心腹 军事臣族草戒 臣事臣族扣手 就是这一句 所以要相信自己的部下 跟他讲说 你干得好 你才为国家努力 他一次两次 而且他真的感受到人民 对他的那种 有时候变正面巡软 我倒觉得这样 从我过去 在叶克克摩成功上的经验 我相信我可以做 没问题 可是我想 可以是不是最重要 还是11月29号当天 你要让你 愿意去投你票的台北市民 觉得有荣耀感 他们会觉得说 投了你以后 不只是台北市会改变 而且他们也参与 创造这个历史 所以欧巴马那时候 用劝决是说 你们不只是选一个总统 你们让一个黑人当总统 那你怎么在 11月29号 我们现在有60天 你怎么让台北市民觉得 我投这一票 是参与 跟你一起参与 参与创造 不是去当官 可是我真的能改变台北市 至少天龙国 这个名字可以拿走 有人说 没有什么事物需要经过这般磨练 但我们坚持 无人可在超越我们 无人能达到如此深度 但我们坚持 或许 仅仅是或许 他们是对的 无人像我们一样 如此测试 劳力是万表 但 我们坚持 劳力是知道 什么 iPhone 6只要38 2014流荡品联合拍卖会 万件流荡品全部下杀一折 现场iPhone 6 38 轻松带回家 10月2号到4号 只有三天 台北军约酒店 限时大抢购 博贝干扣 阿邦 是 Sketchers 夜阴系列 发光上市 只有来自Sketchers 挑战生命的关卡 需要体力 癌症营养荡品 亚培背力速速 适合体重下降并游 是您最有力的后盾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 SET3L新闻品牌 Maryland 北美厨会 首席品牌 梦想厨房 从美瑞开始 它是梦想厨房 试试 试试 我会取得 我会取得 这件事情 是梦想厨房 在梦想厨房 钦工 博费 创新 上市 习 晕 晕 金 车 年 气 奥